王小飞深夜直播情绪失控 怒斥大S说着最好的话 干着最坏的事 以孩子为筹码要挟他给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自从王小飞深夜发完脾气后 感觉大S的处境瞬间危险到了极点 要知道王小飞口无遮拦起来 别说是张兰 就连大胆任性小S都怂了 当初一连十几条大起底大爆料 王小飞简直差点把S家的成年旧瓜 都给卢干净了 小S子接连被爆大量 最后干脆彻底不再吭声 比起锋芒 就连当初他曾尽心尽力孝顺的S妈 也被他盘得体无完肤 到了之后 真正敢放心大胆的出来发生的 也就只剩下他手下留情的大S 毕竟是当初真心爱过 所以哪怕S家再多 王小飞的炮口也从未主动冲着大S去 以至于当大S隔空喊话 有事冲我一个人来时 明明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他倒是自觉主动的停战了 据王小飞透露 明明先前法院判定的结果 是由自己和大S共同抚养两个孩子 结果临近孩子放假的当口 大S却忽然给他发律师函 告知他不许带孩子回北京过年 至于原因则非常离谱 一句话总结就是大陆疫情猛 大S怕孩子们一路奔波染疾病 这话乍一听没啥毛病 大家似乎还能说 大S是个好妈妈 对孩子十分负责 但大陆目前的情况人尽皆知 大家基本上都养过了 线下倒是最安全的时候 因此大S的话 在汪小飞看来 完全就是无理取闹 或者说他又被大S扎心了 这还没完 接下来S妈的回应和张兰的爆料 才更扎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S妈的回应 在王小飞怒骂他们母女俩之后 爱妈接受了台媒的采访 总结一下她的回应就是 一 你要是真的爱小孩 你自己过来看啊 她这句话乍一看没什么问题 毕竟你如果真的想看孩子 有那个开直播的功夫 倒不如直接飞过去看孩子 可事实上在我看来 这就是S妈倒打一耙 如王小飞所言 明明是代S不愿意让孩子回北京再先 这才惹怒了王小飞 另一方面 即便是王小飞本人能飞过去看孩子 可她也说了 代四方不给孩子的爷爷奶奶提供材料办签证 张兰那么像孙子孙女 像过去也去不了 二 你跟代S结婚我不知道 你们离婚我也不知道 按照S妈的说法就是 你们结婚和离婚我都不知道 你们当初不把我放在眼里 如今有事了 却一而再地找我 我不要面子的吗 即使她这段话的意思很好理解 虽然王小飞不止一次地表示S妈两面派 表面当好人 被地里不干人事 但S妈这一次是直接将自己贴亲 你们俩的是 你直接去找大S 不要总牵扯到我 有本事你去找你前妻说理 三 你娶你的大恩人张盈盈 别污蔑我现任女婿汪小飞 在直播中透露过两点信息 一是张盈盈曾救过她两次 她对张盈盈很感激 二是她也透露拘禁业拿不出无犯罪证明 所以她也很担心女儿 针对这两点 S妈一一反击 可谓是次次珠基 S妈质问道 拘禁业要是有犯罪记录 还能在台湾正常工作吗 同时还嘲讽汪小飞说她不正常 曹汪小飞和张蓝老的小的 一天到晚有事都波及到我 也不是我结婚离婚 一天到晚什么事都烦我 该骂人的是我吧 要不是我修养好 我这条老命不知道要被气几次 短短的一段话 把自己说得很有修养 把张蓝和汪小飞母子贬低了一通 一致有网友直言 S妈是说着体面的话 干着恶心的事 至于汪小飞提到的张盈盈 S妈的回应 可谓是将讽刺表达到了极致 她表示 有这么好的恩人就赶快结婚吧 前岳母祝福前女婿早日成婚 这样的说法看似体面大度 可惜品就会发现 汪小飞这是被S妈狠狠地扎了一回心 要知道汪小飞和张盈的恋情 本就有一定的争议 但这还不是重点 虽然汪小飞一心维护张盈盈 也多次公开表达对张盈盈的感情 可她依然没有过得了妈妈 那一关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张蓝至今没有接受张盈盈 做自己的儿媳妇 甚至还曾多次骂过她 S妈祝福汪小飞早日将张盈盈取进门 她倒是也想 可张蓝这一关不好过 估计汪小飞也一直为此事犯愁呢 所以S妈这话一出来 可谓是一下子就扎到了汪小飞的心坛上 正中痛点 汪小飞在直播中表现得很生气 可第二天又不得不解释一下 称自己太激动了 说的有点多 网友看到后忍不住吐槽 你果然还是那个汪小飞 事实上 从汪小飞这么多次的公开发言 也不难看出 她是有些比较情绪化的 并不是像大S那样沉得住气 谨慎发言 就比如这一次 汪小飞在直播中各种发怒 可大S却一个字也不回应 反倒是S妈出马 对汪小飞的言论一一回应 一个比一个扎心心 就连网友都看出来了 忍不住感慨道 看来不止是大S 就连S妈也能拿捏汪小飞 知道如何让她崩溃 知道怎么才最让她扎心 好在汪小飞的后面还有张兰 在妈回应后 张兰也紧接着直播爆料 给出了有力的反击 1月8号 张兰在直播中爆料 眼眶微红 情绪激动地透露出 孙女的真实现状 引得粉丝 纷纷心疼汪小飞孩子的处境 张兰表示 汪小飞和大S子两个孩子都是阿姨带大的 几乎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阿姨 同时她也侧面提到了 居俊叶的无犯罪证明一事 她说自从光头住到家里后 她就提醒过阿姨一定要照顾好两个孩子 特别是已经是大姑娘的院 张兰的意思 其实就是跟汪小飞担心的一样 老话都说女大必妇 更何况对院来说 她也并不那么了解居俊叶 另外一点张蕾也透露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月儿是很期盼回北京的 没想到大S却临时变卦 导致月儿伤心痛哭 而且大S的态度也让小月儿在很小的年纪 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就连想爸爸想奶奶的时候 都只能偷偷跑到公园给他们打电话 同时张兰还播放了几段 小月儿给她发的语音消息 听得出来 小姑娘确实很想念奶奶 跟奶奶很亲 还说了一句我国年回家 当我听到小月儿的那段语音时 瞬间就明白了 王小飞为何会对大S 不让孩子回北京如此愤怒 如她所言 那是在用孩子做要挟 孩子是想回北京的 王小飞和张兰也是很想孩子的 但大S就是不让孩子回来 可想而知 王小飞会有多愤怒 更加能想到已经三年 没见到孙女孙子的张兰 又会是什么心情 由此也可以看出S妈的那一句 向孩子你就过来看听着是有多扎心了 其实即便是孩子妈这次的回应有多扎心 纵观王小飞和大S互撕过程来看 大S的口碑崩塌了 体面的人设也立不住了 但无论如何 从张兰的爆料也可以看出 王小飞和大S无论水输水赢 最无辜的还是他们的两个孩子 所以真心希望他们双方即便是为了孩子 也早点结束这场纷争吧 G君业终于道歉 愧疚不能给大S更好的生活 两人这么快就要结束婚姻了 即使大S和初恋 G君业迫近重渊初期 外界对G君业的印象虽算不上太好 但也没有多坏 毕竟因为一通二十多年都不关的电话 就使得有情人再度重逢 除去颇具戏剧性之外 也不乏唯美的意味 因此刚开始大家面对大S居音业的结合 是祝福声大过于质疑的 谁料这位心上人的姐夫 却一点都经不起身疤 不仅很快被神通广大的网友 发现妈宝男的身份 一日三餐吃穿住行 全都靠年过七旬的老母照顾 还被人戳穿了其猥琐男的真面目 依次性骚扰同门师妹蔡妍 在夜店当DJ打碟 也屡屡被爆涉毒的情况 如此这般劣迹斑斑的夜 在韩国的风平自然起差无比 哪怕他曾是红级一时的 寒流鼻祖也因此备受争议 而他本人也基本上 得不到任何本土女性的青睐 以至于最后 只能去上相亲节目着老婆 好不容易赖上大S后 居俊叶本想心安理得的 享受线人的馈赠 不曾想却是与愿违 原本随着大S与汪小飞的互撕大战 一触即发 居俊叶这个现任丈夫 也被牵扯其中 被迫将自己的软饭男行径暴露无遗 住着汪小飞给儿女买的大耗子就不说了 情混燕耳的他 甚至连床品都不愿意换一下 还睡着人家买的百万床垫 除此之外 这货也不会交电费 就靠着汪小飞给大S出的抚养费潇洒 而当妻子和前任唇枪舌战之际 据经验也只会躲在大S身后 半点不敢为对方说话 更别说保护大S了 有一说一 苏人老公做到这个份上 居俊叶也的确是很失败了 所以哪怕是他如今这么情真意切的向大S道歉 做一副神情丈夫的模样 引得大S直呼心疼 外界也丝毫不买账 甚至还有网友透过表象看本质 直言道歉一般是撤腿的破店啊 真好气喝上了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代代S 离婚传闻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传闻归传闻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也只有当事人知晓 我们只需要做个看客便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